分這三個方法的所謂 所以今天其實不是在談這個台北監獄員 只是在談說怎麼先把這片地標土層的部分整理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嘗試這樣建議 就是委員如果統一的話 他的話其實是說把整理辦事一下 他還是針對這個紙房三四條的這個部分來處理 我們原則上還是給他通過 但是剛才請負委員夫約爾 我們講到那個相應的這些 這些前一期的部分的意見 我們還是把它列入 列入以後 讓歸來開發的企劃裡面 或是怎麼樣 要做適當的投票 而這個部分 我們就調節點花群的部分出來列完 好 現在34條 覺得我還是要選一個那個視覺景觀點 看有幾乎被 被 你沒有 被 被灌烂衝上 我認為那個歷史書有個完整 然後 記了完整性 看看是怎麼樣 所以在這個顧客 其實在那時候 在山上 相關的頭皮本身 再在確會比較恰恰 金融公園的話 其實是在他的通訪的趨勢最好 因為他那個七十年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道牆 因為有最完整的就是前面入口的地方 大概七十米的部分 那七十米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我們全部都是草皮的形式 那我們大概是在他的前面的部分 我們有做在後面有做一些柱 沿著這個大樹的旁 後面後面部分的大樹的部分 我們有做柱 然後旁邊有一些山的平台 因此從山的平台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個標示有個山的平台 那個地方 其實看整個古蹟 其實是最棒的地方 那這是我們整個的 這個保留這個地方 然後讓他能夠最 室也是最完整的部分 那 那金山公園的部分的話 那金山公園的部分呢 從南邊的部分從一號入口進來 然後到十一號這個地方 這個廣場其實可以看到左側兩側 有一個可以看到這個比較完整的面 那經過了圍牆之後呢 這個門之後我們可以從四跟六的這兩個點 也可以看到這個圍牆是比較完整的地方 所以大概是站在四六 然後三的部分是一個近距離的一個解說的一個點 那南邊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部分已經是由文化局委託建築師發包了 已經建築發包了 那一直以為委託主要的設計範圍 是在北牆那邊 那我們去做一個整合 一方說 我的一方就可以休息 Tuesday 那個阿 Walz 今天這個3 因為我在講我 這是立法3個 但是 頂一的來車這邊 不過H verse 對 其實是 com hustle 區部所關 bridge 比如我剛剛講的 那個已經審議過的部分 他們在那個 關切後面那牌房子的後面 那個兩邊的道路也都是我們設計的 就把他那個圍牆可以透過後面的兩條 夾著那個圍牆的道路就可以走過去看多圍牆 目前是這樣 那圍牆的另外一邊其實他現在還沒有要探訪 那他都是沿著那個行物部所販設來設計 那就是未來再針對這個三次的參加委員的項目 他好多次我提到這個事故的情況 還有什麼 我們要不要在幕僚單位來講 一些基本的check place 就是哪些點他被子要檢視的嗎 列出來 那這樣以後我們在訪問說 這個已經經過基本檢視了 我們就不可以讓我們結晨時間 好 都可以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繼續 報告案的案有直轄設定古今早好教會北投教堂 公司更新涉及美化資產法律法第34條規定 報告案 安因均文化資產廣法第34條辦理 辦理情形1 合覆於87年3月20日 公開指定長好教會北投教堂 為直轄設定古今 我方便分臺北市北區溫泉段四小段 559第1號的35 公司更新事業計畫及領域全力變更計畫案 因臨接直轄設定古今 張好教會北投教堂 本局 107年4月16日 臺請實施者 立援建設裏面有限公司提送 新建計畫及新建基地內 集市角之建物中已屬出相關資料布局審查 2 立援建設裏面有限公司委託寬全聯合建築事務所 於107年4月26日解送報告書 本局是於107年5月14日召開 本案的專業小組審查會議 邀集文字委員 蔡元良委員 李前浪委員 羅書英委員及相關單位委員會 會議結論 1 有關直轄設定古今 張好教會北投教堂堂 更新案 是否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 第4條 經本會議諮詢文字委員意見 出席委員等 該公司案 並未破壞古今完整 且未有遮蓋古今外貿或阻塞 和其方感通告之餘 吾違法第3次條規定 2 本案請議委員意見修正 並經委員本局同意後 續送台北市本審議會報告 接下來 官權建築事業合事務所 於107年6月7日檢查修正報告書 經檢視大之一 專小組審查意見修正 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附件請委員參看 桌上有本案的三四條報告書籍 古今監測計劃 這是本案的地域地域符 上面是古今的範圍 下面是建案的位置 這是現況照片 目前旁邊是空底 那你辦 一 直轄性定古今長老教會給合教堂嗎 你都市更新案 變更台北市北陀區溫泉段四小段 559D號等36比 你都市更新事業計劃 及已定權利變更計劃案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 鎖列破壞古今之完整 遮蓋奇怪貌或褐色性 觀感通告之餘 你請同意備查 二 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那接下來請建主事這邊 檢報設計的方案 主席 各位委員大長 我是這個案子負責的 佛系權建主事 那下面我們來給各位的檢報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們這段只是一個故事更新案 因為基地北側連接長老教會北投教堂 根據文字法第34條 提出一些因應的策略 來表達對國際的尊重的呼應 這是基地的現況 基地現況 北側的部分就是長老教會的部分 然後基地 士林大興街 中央南路跟青江路 三島南路 北投教堂已經有106年 它的主架構是紅磚及木屋架構成 它的側面有一些浮壁加強現在的結構 它的設計最主要是屋頂是灰色的屋 然後它的強盛是灰色的女士 搭配一些紅磚飾條狀性 下站 我們這個基地去興建地下五層 地上有兩棟 棟是27樓 高度是86公尺 還棟是1棟 21米 高度是7.5公尺 那地下室是作為一個空間 地面只在地面部是店鋪 二樓有一半四五層 商園商機有住宅 總共有200公尺 總樓座面積是36737.96公尺 基地的食物分區屬於第三軸 商業區 基地面積是2933.99公尺 基地整個建築群 是計畫加入退縮4名的 無知人人之道的建築 距離北側的長老街會有退縮9米 距離長老街會有15米 主要的動線 主要的動線 行的是從8型間進入 7機車是由北側的專欄會進入 基地在地面上有兩棟建築物 整個建築物的設施材 中方橫度的設施材 基礎石花崗石二樓上 用磁磚搭配玻璃和基礎式 基地北側的建築物 提出幾個應用策略 第一是有關台灣風塞系統 基地建築物 距離長老街會側退縮9米 距離教堂本里還有15米 由這些退縮的距離 導致行人對古蹟的觀賞距離 同時我們在中央南側 又有這個四爐針面道 可以引導行人 通往張老街會來觀賞 下一張 在整個古蹟建築 叫武建築的造型方面 因為我們為了呼應古蹟 所以我們整個建築的造型 才簡約的會好 設斜才中央民作 來凸顯古蹟建築的敏感 同時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 我們古蹟的一些都市背景 那在周圍的無座人形大部分 我們的地平處理 我們直接取古蹟的一些 它去設斜 海岸灰色系及專色系的建材 然後可以對在當地的行為 有一些保理的作用 謝謝 那整個景觀的處理 我們在無座人形大有各自素販膠高的風箱 然後同時在無座人形大的底端 靠近長老教會教堂的位置 擷取它一些建築元素 來加強古蹟的地域感 那為了在施工的時候 後來古蹟我們在做一下事的時候 連續壁不灌入資耐質經理 下一張 那我們採用退領防 採用脫體工防 而且在建築地當一間 會有一些止水亂加 下一張 那我們的連續壁會增測合避來增長剛性 下一張 那我們會做完善的監測計畫 隨時注意變化 下一張 這是我們從專欄目測的模擬圖 下一張 這是我們從大型接跟專欄目測接口的一些模擬圖 下一張 這是我們從專欄目測 我們使用塑型比較高的 塑管比較高的數目 指形容在人形大有形狀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古蹟 要規則到古蹟的視線 下一張 這是從專欄目測接口做的模擬圖 建築圖並不會阻擋到我們的情 下一張 再加上5月14號 有一些些包括意見 已經完全到為意見修正了 請我們參考報告書 其中下一張 下一張 其中因為有要求我們做好監測計畫 我們也詳細的做好課筒監測計畫 所以是監測施工時的變化 不會維持到古蹟的安全 下一張 這是我們的監測計畫 謝謝 下一張 差遠是希望我們再做一些模擬圖 希望這些植栽樹範要高一點 不要影響到古蹟 不要遭到古蹟的視線 下一張 這是我選樹範比較高的數目 從人景到看過去 快看一下古蹟 下一張 那劉委員是希望我們 建築背景不要遭到古蹟 所以我們做的模擬圖 並不會影響我們建築 新建不會影響到我們古蹟的背景 謝謝 好 以上報告請回知道 謝謝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我們就看得多 可以去看 再講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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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什麼影響 就是通報維持好看的 第二個是 因為視覺關節 剛才我已經說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第三支頁邊 剛才一點 你都可以上去零學點名 就是最好是在周五縣 一定要在馬力的對面 所以在庭上 這個事情 就好好畫一條中走線 然後視覺關節 那當然 你看兩部畫面 有一點點就好 所以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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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破 我看到 我看到 就是 我看到 我看到 所以 我看到 你看看 零書點 就是零์點 然後 用零節於零結點 然後 畫這兩條視覺線 那當然最主要是 證面這個部分 現在在檢查的時候 按照檢查的時候都不會碰到 如果碰到就要修 現在能夠修 所以其他有必要的同樣 我們要把他畫清楚 就是兩件事 好 其他委員 那個案子剛剛有提到一個監測期望 那目前看到你們的監測計畫 好像也是針對工地 就是你們新工的基地 但是對於 我們最比較擔心的 是剛好下去 對於這個建築物 你們應該也有監測的一些作為 那另外就是 你們的安全的 互換措施跟緊急的 很好的形態 我們會在照顧地面 吃了去吃 好 阿伯有做個建議 因為現在車道 車道在靠近教堂那一個滑度 所以 所以監測的這個位子 可以跟教堂協商一下 他的圍牆或是他的牆壁 也個別讓他 放一個 來測定他的那個傾斜 或者是那個下限位移 我想他會同意 因為一旦他有一點問題的話 他會把他的責任推給你的時候 那不是你現在就提早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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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都 這個比較放心 好不好 其他我們有一點 謝謝 然後 這個 我們想到那邊要 那邊 因為我們最近 來看到那些 撕裂的東西 就會流行的時候 如果我們發現 當初的現況的建立 都真的 不是我們受過 五七億元的 分業訓練 機場 做建立 所以剛剛往往副業掉 你基本你才是你要去建設的 不是你的連續 連續率是你自己公主 他們自己要保持 那你現在限制到 都有這個 製造的 所以他的現況電力 可能 五七半幾 現況 做電力的時候 一定要到這裏 都叫做 那麼有一些 這個 比較容易脫落 或者是 接順 那個瓦片 或者是 這個建築 這樣做 或者是 勾 那個甚至在你開花階段的時候 這個是危險 它一定會多少 受到影響 所以 那個部分的認可 輸出馬 是最好 把它做一個欺負 要不然 我們說 責任規矩 真的是很難去去界定 我們過去看到的 都沒有做這個欺負 所以 要建立公司來 代表工作 有一點點 為難 但是事實上 它 就是因為沒有 現況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些 所以 我們很難去 規矩 也說 你現在這個車 倒在這邊 未來的這個 車子進出量 會很差 你這個 建築物的量 也能夠 付出那麼多 所以 未來對土地分別的證 都會影響 如果你這個 這個 敷面的材料 是用那個 不會 跳動 跳動的 那以後 我教堂每天都出來看 的話 所以 像這樣的一個 車輛進出的 經常用平順一點 譬如說 你用這個 這個 濾氣 或者什麼樣 或者是 這個 水面這個 如果做濾面 啊 不要去做那個 跳動的那個 那種 抓 那個 把這個 整個 以後的這個 補激 so 每天 所以 三個四條 你知道 你怎麼樣 想到我們 我們把他保護到處 哇 我建議 在現有的這個 檢測性有這個部分 是完結沒有現在的補激 也都要 幫我們把它補充 那麼多 第一個 周邊的這個 誰線的人一定要建立 第二個 所以就剛剛我們也有講的這個鞋鞋 那些鞋鞋你要緊急把安裝在我的鞋子上 你要自己另外一個弄一個濾素 安裝那個色圍器 去頂在我的這個 整體的牆面或者柱面 要頂住它這樣一起量它就會變形 而不是用傳統的審柱 用鞋子就打在我這個牆壁上面 那鞋鞋這樣一打的話 有一個適合的狀態在那邊 這個就做壞儀器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在這種監測的儀器的安裝方面 盡量還是找一些瘦貨訊對於意見的鑑定的系列 我們這件事情有很多瘦貨感情 我們其實最近的案子 規格18的瘦貨訊鑽感情出來 所以這些專業的投資器 在於發明目標 所以我接觸的時候 民眾的證明是 兩項目標準的 我們剛剛那個 我們在發明目標準的 拜託 民法官就是 五官三十四名生產 最好 最好把監測跟警官來做 一定要求的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 有一個案子 我價格小腰 就是 我們就是 因為這裡有提禁堡壞 破壞渣管監測 這宇宇лы 有一點意識的時間 所以脆弱性能很大 所以可以要求請學習 一定要試用的資本專輯 可以在這裡 非常試用 當然